大家好,今天教大家用一根绳子编一根手链的方法 如果你用一根很漂亮的绳子,想把它做成一条手链,应该怎么做呢? 我这里总结了三种方法,今天教大家第一种方法 首先 这根绳子我们投资留20-30厘米 然后这样打个圈 打个圈之后 把线长的那一段从线圈里面伸进来打紧 再把长的那一面伸进来拉紧 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喜欢松一点的就拉松一点,喜欢紧一点的就拉紧一点 就是这里松紧不一样 它出来的形状也会不一样 但是要让它均匀 就是你每次拉的松紧的超风 是这种真相,永远也会不一样 直接把这根线伸进去 然后这样怎么结尾呢 这样把线伸好 然后借助食指 这样绕一个圈 两个圈 三个圈 然后绕两个圈 三个圈都可以 就是不要绕一圈 然后捏着这个一点 把线伸的线伸进去 调整一下 把它拉紧 拉紧之后 用这个大的结 这边可以打一个结 大的手腕 还是可以伸心的 直到手腕都在那 这样拉开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再绕一圈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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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线伸它掉 你可以再打一个结 一圈的线伸 可以再打一个结 一圈的线伸 一圈的线伸 开始 进去 轻轻恋一下 让它不会伸 一根手腕就完成了 等我这根线不怎么好看 如果你有好看的绳子又想做一根手链 就用这个方法吧 下个视频分享 一根绳子做手链的第二种做法